像跟太帅的花来讲 就是包括你们剧造的很多的rapper 我觉得那个网上的那个事情 我自己是觉得骂你们的人太少了 所以就这么care了 那还玩什么 我觉得有的时候 真的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也不要不把自己当回事 我认为很多的人都是在 接受异样的眼光的时候 越来越注意你 然后最后会喜欢你 所以 就比如说我 骂我的人很多 但喜欢我的人也很多是不是 所以真的不要太care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你站在舞台上 有人还愿意骂你 那这名真的还有人看得到 如果没有人骂你 没有人理你 哇那好惨 就是刚才然后听了 说唱推荐官 还有刘欣老师给我的一些建议 然后可总讲的我也都吸收了 其次就是 我还是想回应一下 那个网络上那些弹幕 那些那些评论啊也好 对我们剧造也好 对我本身也好 我其实没有那么破防 就是我看到那些弹幕 我其实觉得对我是有好处 就是让我们就把我们骂醒了 就这种感觉 我没有破防 我真的没有破防 就是我妈 她也在看节目 然后我妈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跟我讲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说你话 什么东西 然后我跟她说没关系 我在长沙挺好的 然后她就跟我讲了那么多的一些话 然后我就觉得当儿子的有点就是不太孝顺 就感觉就骂在我身上疼在她心里面 而且我没哭 然后她哭了 我扛住了 她没扛住就感觉是这样 然后其他的我就觉得无所谓 然后我就就是一直带着那个 就是她哭了 我没哭 我觉得对 对 然后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 其实没事 太酸花才十九岁 对 她已经走到这儿了 再给花儿来点掌声好吗 你们知道她的AKA叫什么吗 你们能一起给我大声地喊出来吗